哈喽 大家好 我们之前带大家逛了旧金山的几家精品咖啡店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带大家单独的来体验一下旧金山的蓝瓶子咖啡 为什么一定要来旧金山的蓝瓶子咖啡 是因为蓝瓶子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咖啡品牌 如果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比较久的话 我去过很多城市的蓝瓶子咖啡 上海 洛杉矶 纽约 首尔 京都 东京 唯独 还没有来过旧金山的 而且蓝瓶子的第一家门店也创立在旧金山 今天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蓝瓶子的首店 不过说明一下 这不是蓝瓶子的广告 他们也没有给牛老师打钱 牛老师也不需要他们打钱 那是因为牛老师毕竟也是有自己的咖啡品牌的 这次来旧金山也是为了做一款关于旧金山这座城市的挂尔咖啡 我相信有一些粉丝已经喝到了 而且受到反馈说旧金山的口味 喝起来味道不错 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大家 我到了旧金山 就先来到了旧金山的一家比较大的店铺 这个店铺离鱼人码头 艺术工都挺近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想去海边玩的话 这个店非常适合 来到了旧金山蓝瓶子还是要喝一喝的 毕竟蓝瓶子咖啡还是创立在旧金山 既然来到了他们的大本营 还是要尝试一下大本营的蓝瓶子对吧 哇哦感觉人很多 你看 我去人山人海的感觉 对 看多看了 I'll meet you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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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嗵 嗨 嗨 嗨 你 嗨 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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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s with wine 只是普通酱 我 ties流云 中国科区 Bur宑 现在这里很喜欢 所以我不会面日 问否 基于 käine 我可以唸中文 哦 你可以唸中文 见到了通宝 你是 我们鲮肉 来旅游 主持人 中文 这 сто� Nur 打个招呼 哈 里 trabajar 汪四十 olduğ 东坤 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两年 两年了 哇 蛮长时间了 这次算是第二忙的 真的吗 最忙那个在第二个 对 谢谢 我只要到蓝名字基本都点这个 是吗 不喜欢太多 太多会把这个味道冲在里面 这边用的是什么豆子 这边就是用的Asta 如果开VLOG的话 我建议你去Asta里面 因为那个是正式的第一家乌鸟 喝完就过去 你后面那个金头发短头发 那个就是乌鸟包的全美总经理 他今天刚好的 就那个戴帽子的是我们的经理 然后那个短头发金正头发 那个就是全头面的 他很乐意跟你交谈 就你说你才是 你看就聊天之余 我就喝完了 就放这边了 然后你看华夫饼的话 在他们在国内出品 其实也是用绿纸 旧金山区域第二忙的一家店 所以说他这个店是很忙的 Hello 哦 华夫还是依然很好吃 我觉得跟在国内吃到的味道非常像 好吃 我通常到莱宾斯都会点一个小杯的Cortato 因为它足够的小杯 不会让你觉得喝起来太撑 同时呢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强烈浓郁的这种咖啡香醇感 而且Cortato呢它非常考验咖啡师制作的技术 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单独点一个单杯的话 因为牛奶太少 对于大发奶泡的要求非常高 牛奶越少 大发就越难 因为它升温很快 而且呢有可能还没有发完泡 温度就到了 如果大家来蓝瓶子的话 我建议大家首推就是点Cortato 另外呢蓝瓶子是我在美国见到的为数不多 我依旧还在保持着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来做单瓶咖啡的 其余其实有很多连锁的咖啡店都在用这种低律机 或者是用自动手冲机来出品手冲咖啡了 那那天呢刚好还遇到了蓝瓶子美国区的经理 就跟他聊起来 我说我来自上海 那自己呢也是一个咖啡烘焙品牌的创始人 那这次呢也是特意来学习参观蓝瓶子咖啡 那我也给他看了我在全世界不同国家拍的蓝瓶子的门店 他也很热心的推荐我去这个蓝瓶子的第一家手店去看一看 啊 it's too slow so i wanna i wanna show you more but it's too slow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big fan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yeah yeah what's your name 啊 june june julee good to see you Nice to meet you yeah have a good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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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e thank you 去蓝瓶子的第一家店 因为呃就是就是拜访一下这些优秀的品牌他们创立的地方 他们现在的品牌都已经这么大了 然后还保留着原始的第一家店这种状态 我就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呃我也给他说了呃我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咖啡品牌了之后 哇他们也很为我开心去向不同的品牌学习 我也我也非常的开心自己能通过咖啡认识到这么多的人学习到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上次来旧金山的时候我我对这个小车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这边有一个集市好多人在这边 然后摆摊唱唱歌的有弹吉他的就是在这个公园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嗨嗨 hello 哈哈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来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好熟悉 那他的第一家店就是在这个小公园的旁边 刚才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我的视频 这个小街区很安静 今天其实旧金山是有一点疯的 然后呃没有前两天那么的暖和 我看到了他这个招牌 我现在我拿了一个冰淇淋的事情为什么 是因为我刚才我停车的时候我没有硬币 我要换个硬币去停车 要不然我交不了费 那第一家蓝瓶子的店铺呢是非常小的 没有任何的座位 它是一个外带店 那门口的一侧呢就放着自住的杯盖 糖浆 餐巾纸 是一个这种不锈钢的吧台 那另外的一侧呢是放了咖啡豆 吧台咖啡的前边呢还特意放了给狗狗吃的这种小饼干 可以说蓝瓶子的首家门店啊 它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了这个小小的社区里面 给周边的客人提供咖啡 同时呢还有一些日常的便 20分钟前我去到另一个店 然后我去到这家店 我去到这家店 这家店的第一个店 我来到这家店 对呀 那是因为我来到这家店 对呀 对呀 因为我们没有座位 但是它会让人们去搜索 去到这家店 或去到这家店 或者坐在这家店 对呀 对呀 这些酷的餐厅 就是这些酷的餐厅 这就是酱饭 这是一个酱饭的地方 可以吃酱饭 店员聊天之余呢 还给我推荐这家店 周边的一些餐厅等等 可以说这个店是既小 又温暖 这种旧旧的感觉 包括门前的这个小的牌子 也是旧旧的 那是我们的英语酒 所以那是我们从这里 这就是咖啡咖啡 这就是咖啡咖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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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品冷脆的咖啡 喝起来甜甜的 就是卢旺达的喝起来 就是自取自提的这种果汁的感觉 真的很好喝 就是我就喝了几口就快喝完了 真的就是大口喝非常酸爽 这边呢 应该是有他们的一些瓶装的咖啡 我刚才跟他们聊天聊了一会儿 感觉他们就是在这边工作很开心 参观蓝明子手店呢 我看到店里边客人这种放松的状态 以及咖啡师工作的状态 松弛有度 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 这些过来点咖啡的人都是那种很很熟的客人 很老的这种客人 他们过来打招呼直接都是叫名字了 很活泼很有活力的这样的这种状态 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 Blue Bottle的旧金山探店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不是吧 我这个吃了个条 在这边已经付过钱了呀 我尼玛